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今天不打算把它放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在拍Vlog方面的一个计划的调整 那原因是因为我从上个月我的生日那天说我要去挑战日更Vlog开始 我几乎每一天发布的都是我当天的生活内容Vlog 那我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差不多晚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把孩子们全部搞定了之后 我才开始编辑这条视频 然后再经过压缩经过上传经过发布 包括很多国内的媒体平台并不是全自动的 所以我的工作量很大然后工作到很晚 每次都要后半夜两三点钟才休息 我现在觉得这样并不合理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构思 去做很精心的编辑 那今天阿果给了我一个建议 阿果说我应该第二天白天空闲的时候 编辑前一天拍摄的内容 所以我今天拍摄的这条短片 我可能会在明天空闲的时候进行编辑 然后明天晚上也就是国内大家的白天我会把它发布出来 这样的话我会更加合理的利用白天的时间 而晚上也可以稍微早一点休息 那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打算这样做 从今天开始我每一天发布的视频 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喜欢 我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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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路克斯的学校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路克斯你来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呀 欧牌 欧牌 这个欧牌 这个东西叫欧牌 它其实是一个 咱们这一 中文 中文我也不知道 查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玻璃瓶 尝一下 里面放了像小石头和珊瑚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小动物 它这个里面放的是虾 两条小虾在游动 前段时间他们学校还给了里面是那个小蝉蛹 在吃树叶的那个 什么 卡里皮疗 哈哈 刘克斯会讲英文 不会讲中文 卡里皮疗 哈哈 这就是我担心的问题 它以后可能会英文好一点 一些中国菜